今天我们讲的这些都跟你是专业也好 跟业余也好 跟你有没有基础 其实都不相关 就是一个意识 你甭管你有 你基础好基础坏 你正式拉得好拉得坏 你意识是必须要这么去准备的 你养成一个正确的意识 它可以让你在比赛中快了 不是一点半点 这个说的没毛病 它可以让你做到人等球 而不是人找球 包括我也观察了农队的戳完球 他的手都放在哪里 戳完球以后农队的手是这样的 这样拿着的 这方是学的像 不是学的像 研究的透彻 然后再说一个 然后手是放在这的 为什么要放在这呢 它为啥不放在这呢 也为啥不直接拿过来呢 因为它要兼顾两边 兼顾两边这个位置 你看这个位置 我手上含的是什么 我手上可以直接含着 我反手防守的感觉 对 穿完以后 我放到中间的这个中间 但是我的板型是偏向于反手的 你看 我含着防守的感觉 如果对方拉的是反手 我顺着这个动作往回收 我就到反手了 如果是正手呢 大家看啊 如果是正手呢 我这么拿板的话 我手稍微的 跟着身体稍微过来一点 我就到这 一转 一点就过来 对 一转就过来 就在你做这动作的时候 你的板型就可以打开了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更快捷 我们可以做到两边去兼顾 对 如果说我放在这 那我的反手 到正手这个距离就变得远了 变越来越大了 对 就变得远了 除非什么球 除非说你戳这个球 它的角度 它拉不到正手 你可以直接拿到反手 这个没问题 但正常情况下 我们要学会兼顾两边 对 以反手为主的兼顾两边 是的 然后为啥他的手是要偏向于先准备反手感觉呢 因为正常来讲 正常我们给到人反手的概率 要比正常给到正手大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大家听好了 第二呢 因为我们正手 我们这儿防不了了 我们慢了 我们还可以够 我们这儿还有空间 有空间 也就是说 这儿我为主的去盯好了 这儿能防防住 不行我去够 也就是说这样 我们才能把兼顾更多的球 那如果说我先去防正手 那反手大家看 我除了这个点 这个点我能防吗 防不了 对 也就是说对方稍微拉快一点 这个点我就漏了 但是我手放这儿就没事 来吧 我带着感觉 快了我快防 慢了 放慢 对 正手一转一拿 看一转一转板 球就过来了 是不是这样 我们就全太坚固了 纸板一样 太轻松了 你这么一解 解释起来就很轻松 对 大家一定要重剪 什么叫重剪 就是你把所有技术 照顾这个范围 你范围可以说 我是全台 但是我们把它简化以后 你再来看这个全台 它就相对简单了 就是脑袋里要有一个概念 哪主哪刺 然后怎么才能做到 更加坚固 更快捷 这个就是大家 每一个技术 跟技术之间 要严谨的东西 你到了比赛 你不会乱 然后你会省出更多时间 重心放在哪条腿 陈帅 昨天师父没好好看教学 不是前天 前天 前天我给大家讲了 一个多小时 戳完球 重心 来我考一下大家 看有没有前天看教学的 戳完球 脚应该更偏向于哪条腿 主腿还副腿 主扣主 副扣不 不光前天 已经讲了好几次 全是告诉大家哪个 对 大家都知道 没有不知道的 陈帅自己做20个佛服务生 对 主腿就是我们的正手 就是右腿就是在 右手就是在右腿 我们左手就是在左腿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 在主腿 对 大家看为什么在主腿呢 来我再给你们 大家可能有没听到的那些 可能有那些没来 对 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在主腿 我戳完以后 我刚才给大家讲的 手放到这个位置 对 看一下 我我看上 我现在是什么 我戳完以后 比如说我在 在腹腿了 这是我的腹腿 是的 你看 我这样能防吗 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重心 我重心能持上劲吗 我都憋在这了 我只能手上 干手的力量 去手去碰这个球 没有感觉 重心用不上 但是如果说戳完以后 我在中间偏向右腿 大家看 我重心 看 大 看 这块绷着劲 来 绷着劲 整个的重心的力量 全部压到球上 这个球变得一点不弯 那如果说 我戳完以后 如果是正手的 你看我拿过来 不就正手了吗 戳完以后 对面拉的忘了 我想反拉他呢 你看 大家动一下 你看这个细节 一个放慢 一个动 一个放慢 球过来了 我反拉的 是不是你全坚固到了 那块带呢 戳完以后 球拉的快 但不转 我直接就在右腿了 直接过来就走 直接块带了 手拿过来 就防守跟块带 他就是一个加摩擦了 加了一点 合力的摩擦 还有一个就是 直接去撞成防的 稳防啊 摩擦啊 反带反拉 都是这一样的 你看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 是不是他更加坚固 更加便捷 对吧 照顾的面积会更大 然后你们也会发现 我变得更简单了 其实你们 其实真的 我们在打比赛的时候 对 你不要看对方一拉手 自己感觉 哎 我不行了 我就害怕 吓死了 你往后退 然后躲 害啥怕 他除了你反手 不就拉你正手吗 就这俩地 对 一定在球台上 你把传手 你这块你堵住了 你就已经有60%到70%的概率 就堵住这个球了 对 你还有30% 对吧 看一下对方 整个引手的动作 大家看我们训练的时候 我们可以啪啪 两边就稍微带点晃子去甩 到了比赛 没人敢晃 业余的更不敢晃 业余的拉上就不错了 所以说你看他的动作 你就知道他大概往哪个方向 哎 如果是哎 感觉对方要拉正手 你看我的重心要在这 看啊 出完以后重心 哎 我这边移移移 是不是是不是 一出手是 你看我手就已经到这了 更快了 是不是是不是 不是 你看我手上还是反手的这个板型 我拿过来我就可以防 嗯 是不是又更加 又快了一步呢 又快了一步 说不就比刚才又更快了一步呢 是的 这就是加上了我们的预判 再加上前两天 房老师教你们大家的什么 落点的规则 这一下子就成了 对 这就是我们把刚才这个 说的这个简化的这个 这个方案 我们加上我们的预判 哎 他一 整个重心 是偏这边的 我稍微往这边来一点 哎 重心往这边移移移 是不是呢 啊 不是 你看 啪我就直接防他 是不是呢 是 看一看 从这到正手防手 就这点距离了 对 你的时间速度就快了 太快了 然后大家看啊 我戳完以后 我手放在这了 对方没有做拉手的动作 哎 他板形是这样的 那是干嘛他要 他是不是要戳球了 那我们在业余打比赛当中 通常会碰见对戳型的 是不是 就对戳型的 可能专业没有 专业的话 好不容易出个机会 赶紧拉 业余不是 业余可能你的这个没准备好 那个没准备好 或者戳了很低很赚 可能大家怕失误 就给他戳回去了 所以说你们 平时业余跟业余之间打的话 我戳完以后 什么吗 就是我也要什么 哎 我也要去准备了什么 对方再回戳回来 他说什么 就是你看我的手上 戳完以后 对面的整个重心是这样的 你能看出来 对面要 他要是想拉球 他得提前的 你一戳完以后 他提前要做拉手的 干嘛 拉手和 转腰转腰这些了 就他要做这个 提前的准备 不准备他球过来 根本就没有力量 对吧 他不做这些的话 那这个招型的话 那肯定就是回戳你了 那我们戳的时候 一看他这个招型 我们下板 是不是可以提前的去 那比如说我要用正手 提前的时候 哎 手上拿着这种感觉 脚下捏这种感觉了 一戳 是 啪 打 拉住 比如说还有反手拉 你看一戳 他这个招型 反手捏着这种感觉 一戳 是 啪 我不就主动了吗 对 不要说非要暴冲 我啪把球先拉上 你就已经占据主动了 对 那可能十个球 他已经防丢五个了 你再连续一把 你可能又赢三 这十个球 你至少能赢八个 八别二了 八别二了 再来个运气九比一 嗯 你要先拉住 你这个球至少就能赢到 七到八个了 对方无为师傅 势不灵 你不是说 就说我必须要冲 必须要冲 然后十个球我丢五个 然后再怼回我俩 七比三落后 对 自己十八 十八战劲 出一脑子汗 然后七比三落后 也挺闹心 对啊 大家一定要去算账 算一笔啊 概率啊 这个球我上台 是不是就赢了 对不对 方老师讲的 这个讲的是 大家今天很需要 很需要的 真的 大家看啊 今天我们讲的这些 都跟你是专业也好 跟你业余也好 跟你有没有基础 其实都不相关 就是一个意识 你甭管你有 你基础好 基础坏 你正是拉的好 拉的坏 对 意识是必须要这么去准备的 你养成一个正确的意识 啊 它可以让你在比赛中 快乐不是一点半点啊 这个说的没毛病 它可以让你做到 人等球 而不是人找球 人去 啊我 对 而是人等着球 手上提前喊着感觉 脚下提前去 准备蓄力 准备补位 提前去等球了 我等着球拉 一定比我 哎呀 这种 离时找球 但是这肯定的 就是你的意识 就可以让你去 做到人等球 而不是说 你有多快的速度 我可以让你去 我 给他帮助